我看看他這題喔 他說坐標平均上有一個椭圓 已經知道這四個點當中有兩個點是焦點 有兩個點是什麼點 頂點這樣行不行 麻煩去求出什麼 求出他的椭圓的半殘軸殘 好不好也就是求出A的意思嘛 好這裡怎麼做 麻煩老師我知道我去把圖形大概大概畫出來行不行 這裡喔當然你可以去畫好不好 但是問題是一個十五五很討厭行不行 怎麼辦 因為發現到這數字都蠻大的對不對 所以說我直接平移好不好 把這點就要直接平移嘛 反正我只是求殘軸殘而已嘛半殘軸殘嘛 所以說並不是要求翻成四嘛 所以說我先平移好不好 怎麼平移 玩左移幾個左移幾 直接玩左移幾左移8 對吧 OK下一幾 下一次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直接把這所有 點去拔起來平移 好不好平移之後變幾 0 0 17 對吧 這多少 71 多多少 這個點做到四幾 平移多少剩幾 8 88 88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這時候你畫圖出來 好不好 把它拼移之後 就找出這個點 一個點叫 00 17 12 3 4 5 6 7 8 對吧 123 4 5 6 7 8 好 所以說一個是17 00 123 4 5 6 7 7 7 1 還有一個88 對不對 所以說我就找到這個四個點 00 88 對吧 17 這多少 這是71 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 OK 去求出什麼 半殘軸殘 這樣行嗎 可不可以怎麼算 注意聽 問題啊 這四個點 有兩個是焦點 兩個是頂點 其實不可能這兩次焦點 也不可能這兩次焦點 也不可能這兩次焦點 所以焦點在對面嘛 而且你看一下 一件事情 你把它連起來 你這樣連起來 哎唷 搞垂直喔 所以說我可以可以知道 如果說以這兩個為焦點時 這叫殘軸 這叫短軸 對吧 以這兩個點為焦點時 這叫殘軸 這叫短軸 對不對 那不管 不管不管 老師那到底以誰為焦點呢 都有可能 對吧 那老師怎麼算 因為題目只要求我半軸殘而已 對吧 半殘軸殘 對吧 也就是求A而已 所以說A怎麼算 因為老師可以知道 B平方加上C平方等於A平方 對吧 所以說真的 如果說這兩個是焦點 那這就是2C 這就是2B 把B和C算出來 B平方加C平方就等於A平方了 假如說這兩個是焦點 這叫2B 這叫2C 這叫2C 這叫2B 那一樣B平方加C平方等於A平方 所以不管怎樣 總的就是把這兩個怎樣 把利用這兩個 把B和C算出來 誰是B誰是C 我不在乎 因為B平方加上C平方等於A平方 都會一樣 對吧 可不可以 所以說老師相信請問一下 我這時候去假設好不好 OK 我們去假設 我們去假設好不好 這邊是 因為誰是 是誰是C誰是A 誰是C誰是B沒有差好不好 我去把這兩個叫做焦點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2C事情 就是這兩點距離嘛 可不可以 根號 8平方64 加上8平方64 算算是8 根號2 這樣行不行 那2BA 也就是這兩個點之間距離嘛 根號 7-1 6平方36 1-7-6平方36 算出來是6 根號2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算出來 C是幾 4根號2 B是幾 3根號2 把它帶進去 可不可以 可以齁 所以說帶進去是幾 B1加7-1 A平方 所以A就4級 5 根號2 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他半殘軸殘4級 5根號2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 謝謝